郭文貴議員 確認議事日程 請問院會 本次會議議事日程照原編林議程草案通過 有無意義 無意義通過 本次會議議事日程確定 先來進行報告事項 請秘書長宣讀第一會期 第二次會議議事錄 宣讀立完第一 十一屆第一會期第二次會議議事錄 時間 中華民國一百三年二一三日 上午九十三分至九十三十五分 十十四分至十二十三分 下午二十三十分至五十二十五分 二月二十七日 上午九十一分至十一十四十五分 下午二十三十分至五十三三分 地點本院議場出席委員 屋委員村城等一百十三人 內席官員 行政院院長陳建仁等三十九人 主席院長韓國瑜 報告事項第一案 宣讀北院第十一屆第一會期第一次會議事錄 決定 確定 第二至三十七案 第三十九至八十九案 均決定 交互相關委員會審查 處理或交互相關委員會 第三十八案 決定交黨團協商會議處理 第九十三至九十四案 第一百案至一百三十九案 第一百四十七案 為交易及文化委員會等所提之報告案 第三十九十萬至九十九案均決定 展延審期期限 第一百四十至一百四十六案 為行政院韓宋北院委員提案之原處情形 行政院院長提出有關民進黨政府執政八連 台灣食安問題總檢討專案報告並答覆質詢 決定 一 將各委員翻記錄及思辨諮詢 韓宋行政院請就位答覆部分 予以思辨答覆 二 已提出出思辨諮詢 尚未動載公報則一律補刊 對行政院長提出思政方針及思政報告 繼續諮詢決定 下次會議繼續進行思政方針及思政報告 諮詢其他四項 一 一百三年歐陽出入朝野黨團協商結論一項 二 本市會議議事日程除以協商結論修正通過外 其以均照原編理議程查案通過 三 主席宣告一項 宣讀完畢 報告院會針對第一會期第二次會議議事日 並無委員或黨團提出錯誤或遺漏之處 做以下之決定 第一會期第二次會議議事日確定 請宣讀第二案 第二案 本院委員賴世保的二十五人理據 預算法第八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水案 一 主席宣告一項 您請願會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報告院會有意義無意義通過 下一案 第三案 第四案 本院委員賴世保的二十三人理據 公共債務法增定第五條 之一條文草案請水案 一 主席宣告一項 您請願會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報告院會有意義無意義通過下一案 第四案 本院委員賴世保的二十四人理據 公務員人退休之前 撫恤法第三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水案 一 主席宣告一項 您請願會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六案 本院委員賴世保等十八人理據 冰原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列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水案 一 主席宣告一項 您請願會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七案 本院委員賴世保等十七人理據 國民體育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水案 一 主席宣告一項 您請願會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八案 本院委員賴世保等十七人理據 大學法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水案 一 主席宣告一項 您請願會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九案 本院委員賴世保等十七人理據 中小企業發展條列第三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水案 一 主席宣告一項 您請願會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十案 本院委員賴雲等十七人理據 數位新聞發展民主任性法草案請水案 一 主席宣告一項 您請願會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十一案 本院委員賴雲等十七人理據 無意移植保存條例草案請水案 一 主席宣告一項 您請願會交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十二案 本院委員賴雲等十七人理據 學生輔導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水案 一 主席宣告一項 您請願會交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十三案 本院委員賴雲等十七人理據 學校公參法草案請水案 一 主席宣告一項 您請願會交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十四案 本院委員賴雲等十七人理據 身心交易者權以保存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水案 一 主席宣告一項 您請願會交交生外福利及外交環境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十五案 本院委員賴雲等十七人理據 性別平等工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水案 一 主席宣告一項 您請願會交交生外福利及外交環境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十六案 本院委員賴雲等十七人理據 就業保險法第十一條及第十九條十二條文修正草案請水案 一 主席宣告一項 您請願會交交生外福利及外交環境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十七案 本院委員賴雲等十七人理據 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水案 一 主席宣告一項 您請願會交生外福利及外交環境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十八案 本院委員賴雲等十六人理據 人工生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水案 一 主席宣告一項 您請願會交生外福利及外交環境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十九案 本院委員賴雲等十九人理據 民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水案 一 主席宣告一項 您請願會交司法及法制委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二十案 本院委員賴雲為等三十一人理據 地方民意代表費用之幾 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文修正草案請水案 一 主席宣告一項 您請願會交內政委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二十一案 本院委員賴雲為等二十四人理據 公平交易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水案 您請願會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二十二案 文院委員賴雲等十六人理據 財政收支劃分法第十六條之一條文修正草案請水案 您請願會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二十三案 文院委員賴雲等十六人理據 公平交易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水案 一 出一件 您請願會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報告四項 跟院會報告報告四項第二十三案 現在有國民黨團提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請問院會有異議 無意通過 我們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下一案 第二十四案 文院委員賴雲等十七人理據 森林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水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報告四項第二十五案 文院委員賴雲等十七人理據 人員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水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報告園會有異議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二十六案 文院委員賴雲等十六人理據 野生動物保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水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報告園會有異議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二十七案 文院委員賴雲等十六人理據 立法委員行為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水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報告園會有異議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二十八案 文院委員賴雲等十六人理據 立法院各委員會主持法第四條 第九條及第二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水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有異議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二十九案 文院委員賴雲等十六人理據 立法院議事規則第九條第二十二條及第五十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水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三十案 文院委員賴雲等十六人理據 民法第一千零八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水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三十一案 文院委員賴雲等十六人理據 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三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水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三十二案 文院委員賴雲等十六人理據 行政院組織法第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水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三十三案 文院委員賴雲等十七人理據 個人資料 保護委員會組織法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司法及法制經濟 兩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三十一四案 文院委員賴雲等十六人理據 政府採公法第八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三十一五案 文院委員賴雲等十六人理據 建築法第九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內政委或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三十六案 文院委員賴雲等十六人理據 造音管制法第二十六條及第二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或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三十七案 文院委員陈冠廷等二十一人理據 國家情報工作法則內地三十二條之二條文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外交及國方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三十八案 文院委員陈冠廷等二十一人理據 國際合作發展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外交及國方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三十九案 文院委員陈冠廷等二十一人理據 居然待遇條例第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外交及國方司法及法制 任務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四十一案 每月委員陈冠廷等二十一人理據 國家安全法第二條及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四十一案 每月委員陈冠廷等二十一人理據 農商品市場交易法第三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四十二案 本月委員陈冠廷等二十一人理據 森林法陣令第八條至一條文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四十一案 本月委員陈冠廷等二十一人理據 勞工退休金條 列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四十一案 本月委員陈冠廷等二十一人理據 老年農民福利盡貼最新條 列第四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經濟內政三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四十一案 本月委員陈冠廷等二十一人理據 市民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四十六案 本月委員陈冠廷等二十一人理據 電子簽裝法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四十七案 本月委員陈冠廷等二十一人理據 海洋保育法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內建委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四十一方案 本月委員陈冠廷等二十一人理據 地方名義代表費用之際 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 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內建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四十一九案 本月委員陈冠廷等二十一人理據 能違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內建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五十一案 本月委員陈冠廷等二十一人理據 接避者保護法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內建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五十一案 本月委員陈冠廷等二十一人理據 立法院職權性使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內建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五十二案 本月委員陈冠廷等二十一人理據 學校公餐條例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交內建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五十一案 本月委員陈冠廷等二十一人理據 中央領者及高領者就業促進法 第二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身外福利機構上環境委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五十四案 本月委員陈冠廷等二十一人理據 勞動基準法第四十二條 第七十七條 及第七十九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社會福利機構上環境委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五十五案 本月委員陈冠廷等二十九人理據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七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社會福利機構上環境委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五十六案 本月委員陈冠廷等二十九人理據 實行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社會福利機構上環境委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五十七案 本月委員陈冠廷等十八人理據 公職員選舉報名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內建委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五十八案 本月委員陈冠廷等十八人理據 公民投票不在即投票法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內建委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五十九案 本月委員陈冠廷等十九人理據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五條條文修正草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社會福利機構上環境委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六十一案 本月委員陈冠廷等十六人理據 來自防治法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社會福利機構上環境委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六十一案 本月委員陈冠廷等十六人理據 公益券目條例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社會福利機構上環境委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六十二案 本月委員陈冠廷等十六人理據 人工生殖法部分台灣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社會福利機構上環境司法及法治 兩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六十三案 本月委員陈冠廷等十八人理據 教育部組織法第二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社會福利機構上環境司法及法治 兩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六十四案 本月委員陈冠廷等十六人理據 將主行及非家主行營業稅法第八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六十五案 本月委員陈冠廷等十六條文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教育局文化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六十六案 本月委員蔡其莊等二十人理據 警察法曾定第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教育局文化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六十七案 本月委員蔡其莊等二十人理據 實現衛生法第七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教育局文化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六十八案 本月委員蔡其莊等二十人理據 國有財政法第五十二條文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財政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六十九案 本月委員蔡其莊等二十人理據 大眾及利用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七十案 本月委員蔡其莊等二十七人理據 國民年金法第五十四條之一及第五十五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生外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七十一案 本月委員蔡其莊等二十七人理據 身心障礙者權以保障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生外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七十二案 本月委員蔡其莊等二十六人理據 地方名代表費用之幾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 第六條條文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內政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七十三案 本月委員蔡其莊等二十六人理據 人工生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生外福利及衛生環境司法期法制 人務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七十四案 本月委員蔡其莊等二十三人理據 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組織法早安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世法制經濟來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七十五案 本月委員蔡其莊等二十六人理據 人生通過保育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經濟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七十六案 本月委員蔡其莊等二十六人理據 第七十八案 本月委員蔡其莊等二十人理據 第七十六案 本月委員蔡其莊等二十六人理據 動物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內建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七十九案 本月委員蔡其莊等二十六人理據 學生服務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八十案 本月委員蔡其莊等二十六人理據 動物保護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接近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八十一案 本月委員蔡其莊等二十六人理據 國家語言研究發展中心 設置條例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司法企法制教育及文化聯合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八十二案 本月委員蔡其莊等二十一人理據 廣播電視法第五條至一條文修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交通委員會審查 宣讀完畢 可以 報告院會 報告事項第八十二案 現有國民黨團提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請問院會有無意義 沒有意義 我們本案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 下一案 第八十三案 每任委員蔡其莊等二十三人理據 數位新聞發展於民主任系法床 一 出一件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交通教育及文化聯會會審查 宣讀完畢 有無意義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八十四案 本用員蔡其莊等二十一人理據 人工申請法覆案條文書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交交通教育及文化聯會會審查 宣讀完畢 有無意義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八十七案 本用員蔡其莊等二十一人理據 公職人員隨時罷免法第二十六條條文書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內政委會審查 宣讀完畢 有無意義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八十六案 本用員蔡其莊等二十一人理據 政黨法部分條文書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內政司法及法制 兩委會審查 宣讀完畢 有無意義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八十七案 本用員蔡其莊等二十七人理據 人類免疫缺乏病毒傳染防治 及感染者權益保證條例 第十六條條文書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相外福利及衛生環境委會審查 宣讀完畢 有無意 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八十八案 本用員蔡其莊等二十七人理據 政黨法第十六條條文書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相外福利及衛生環境委會審查 宣讀完畢 有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八十九案 本用員蔡其莊等十七人理據 勞工保險條例第六十六條 及第六十九條條文書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相外福利及衛生環境委會審查 宣讀完畢 有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九十案 本用員蔡其莊等十七人理據 公職員選舉報名法第六十七條 及第六十九條條文書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內政委會審查 宣讀完畢 有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九十一案 本用員蔡其莊等十六人理據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十條條文書正草案請水一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內政委會審查 宣讀完畢 有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九十二案 請政府行情審議 全國信公民投票不在籍投票法 草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內政委會審查 宣讀完畢 有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九十三案 請政府行情審議 陸海關軍程法法修正草案 及軍人權益事件 處理法草案 一 出一件 您請會交外交及國防司法及法治 人委會審查 宣讀完畢 有無意通過下一案 第九十四案 行政案请审议庇止内政部议件署组织条例 内政部消防署组织条例 内政部议件署组织法及内政部消防署 港务消防队组织通责案 一期处理件 你请会交司法启发至内政两委员会审查 宣订完毕 有意通过下一案 第九十五案 行政案请审议庇止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 文化原区管理局组织条例案 一期处理件 你请会交司法启发至内政两委员会审查 宣订完毕 有意无意通过下一案 第九十六案 行政案请审议庇止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组织条例案 一期处理件 你请会交司法启发至内政两委员会审查 宣订完毕 有意无意通过下一案 第九十七案 行政案请审议庇止经济部公益局组织条例 经济部国际贸易局组织条例 经济部国际贸易局所属各办事处组织通责 经济部能源局组织条例 经济部中小窃署组织条例 经济部水利署组织条例 经济部水利署台北水源特定区管理局组织条例 经济部水利署各区水资源局组织通责 经济部水利署各核川局组织通责 经济部水利署水利规划实验所组织条例 经济部加工出国区管理处组织条例 经济部加工出国区管理处所属各分数组织通责 经济部智慧财产局组织条例 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组织条例 经济部标准检验局所属各分局组织通责 及经济部中央地址调查所组织条例案 一事出一件年行快交司法起法制经济来委员会审查 宣读完毕 有意无意通过下案 第九十方案 行政区行情审议费指行占阅农业委员会组织条例 行政区农业委员会农粮署组织条例 行政区农业委员会农粮各分属组织通责 行政区农业委员会渔业署组织条例 行政区农业委员会动植物防疫检疫局组织条例 行政区农业委员会动植物防疫检疫局所属各分局组织通责 行政区农业委员会水土保持组织组织法 及行政区农业委员会农业金融局组织条例案 一事出一件年行快交司法及法制经济来委员会审查 宣读完毕 有意无意通过下案 第九十九案 行政区行情审议废止 江东部观光局组织条例 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组织通责 江东部中央气象局组织条例 江东部中央气象局附属气象测报机构组织通责 江东部功率总局组织法 江东部民用航空局组织条例 江东部民用航空局飞航服务总台组织条例 江东部民用航空局民航人员训练所组织条例 江东部民用航空局所属航空站组织通责 江东部运输研究所组织条例 及江东部航证局组织法案 一试处件运行或江湖司法及法治交通 两委会审查 宣读完毕 有意义通过 下案 第120 行政行行全一废纸 交通部台湾区国道高速公路区组织条例 江东部公路总局各区养护工程处组织通责 江东部公路总局各区建立所组织通责 江东部公路总局材料事业所组织条例 江东部进龙港务局镇部管理处组织条例 江东部进龙港务局港部工程处组织条例 江东部进龙港务局传播机械修造工厂组织条例 江东部进龙港务局传播管理所组织条例 江东部进龙港务局苏澳港分局组织条例 江东部进龙港务局台北港分局组织条例 江东部台中港务局镇部管理处组织条例 江东部台中港务局港部工程处组织条例 江东部台中港务局传播机械修造工厂组织条例 交通部高雄港温局正部管理处组织条例 交通部高雄港温局港部工程处组织条例 交通部高雄港温局全部机械修造工厂组织条例 交通部高雄港温局各地办事处组织通责 交通部高雄港温局安平岗分局组织条例 交通部花联港温局正部管理处组织条例 及交通部花联港温局正部工程处组织条例案 一事据件内行化交四百期法制交通两委会审查 宣度完毕 有意无意通过下一案 第101案 行政院行情悬疑废止 行政院环境保护署组织条例 行政院环境保护署环境检验所组织条例 行政院环境保护署环境保护人员训练所组织条例 及行政院环境保护署独入计划学务职局组织条例 一事据件内行化交四百期法制 社会福利机会上环境来问有会审查 宣度完毕 有意无意通过下一案 第1022案 行政院行情悬疑废止 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组织条例 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和南研究所组织条例 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放射性物料管理局组织条例 及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辐射专策中心组织条例案 一事据件内行化交四百期法制教育局文化两委员会审查 宣度完毕 无意通过下一案 第103案 行政院行情悬疑五国理将入之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案 一事据件内行化交四百期法制教育局文化两委员会审查 宣度完毕 无意通过报告院会第105案 下面还有一个 继续 下一案 第104案 行政院行情悬疑一百岁联织条例 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经营动支数额表案 一事据件内行化交财政委员会会同有关委员会审查 宣度完毕 无意通过 报告院会 现在第105案至132案 请依序宣度 其中第105案 第109案 第124案 台湾民众党党团 提议改交审查 宣度后 以上提案均改交相关委员会审查 其一案 均照议事处意见通过 请问院会有異议 无意宣度后通过 请宣度 第105案至第119案经济部 第120案至第126案国家发展委员会 第157案至第130案行政委主席总处 第131案及第132案司法院 海外113年度中央政府总颜算决议 分别简送相关报告 宣度完毕 有異议 无異议 下一案 第133案及咨询事项 请一并宣度 宣度后第133案准雨被查 请宣度 第133案为本月仍是处寒送 立法院立十一届 第一会期各委员会 召集委员名单 名单如下 立政委员会 高进委员素梅 吴委员其名 国家及国防委员会 马委员文君 王委员定宇 经济委员会 杨委员琼英 秋委员易寅 财政委员会 罗委员民财 郭委员郭文 建委级文化委员会 科委员志恩 林委员宜静 交通委员会 陈委员选生 林委员昆泽 司法及法制委员会 吴委员宗宪 中委员嘉宾 社会福利及外申 环境委员会 王委员玉敏 黄委员秀芳 执询事项 罗委员文质询部分 罗委员文财等 向西政院提出 执询共五件 宣读还必 好 报告委员会 现在对行政院院长 施政方针及 施政报告继续执询 在进行执询之前 请秘书长报告 部会首长 请假情况 谢谢 报告院会 行政院来含 邓政院委员 郑忠本日 因公请假 外交部 吴部长 召谢本日 下午四十起 因公请假 由田政院市长 钟光代表列席 报告完毕 好 谢谢 现在我们请 牛委员许庭 咨询 行政院长 有请 谢谢 请陈院长 备行 谢谢 刘营辰 恭喜你 来当选这个立委 好 谢谢院长的祝贺 那本期就有话直说了 请问院长 你觉得为什么我会当选 我觉得当选的话 当然是有选民的支持 那为什么我可以得到选民的支持 那一定是 你比你的对手更强 谢谢院长 这个 我放一段影片 给你看一下 这个是我跟选民的约定 也是我在选举当初 能够很快地打开知名度 非常重要的一支影片 我放给您看 您做一下参考 这跟我们今天的 总咨询的题目 叫 看守内阁的总检讨 高度相关 那我们就请看影片咯 这七年 他们过得很好 但 你过得好吗 这几年来 你辛苦念书 却看到他们拿着假学历 在高位上 思维素餐 你每天收到诈骗简讯 他们却开着诈骗集团的车 用诈骗集团捐的法 连找份工作 都要担心 会不会被淋虐 被性侵 被强摘器官 永远回不了家 而这些人 却只要十万元 就能交保回家 你买不到的鸡蛋 他们只需要花一千元 开个公司 过一手 就赚好几千万 你买不到的快筛 他们可以让小吃店转型 转手就拿十六亿的标案 连你开灯 吹冷气 他们都能找出方法 让你自己 有得赚 这七年 你的薪水 有增加吗 你有感受到公平正义吗 他们把八千八百亿的负债 留给你的孩子 把高昂的电费 留给你的孩子 把充满诈骗 低薪 贪子 不公的台湾 留给你的孩子 甚至 让你根本不敢生孩子 这七年 他们过得很好 但 你真的过得好吗 你想要就这样算了吗 请你和我一起 为了下一代 找回公平正义 跟院长报告 在过去一年的选举中 我们办了超过一百多场的街头演讲会 这支影片 每场演讲会我们都放 搭配我们常常在演讲中 常讲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叫做 皇亲国戚发大财 深斗小民苦哈哈 搭配这支影片 我们在选举的过程中 讲出了 平民百姓的苦 和怒 物价飞涨 房价飞涨 我们觉得不公平 各种国家队争议连连 我们觉得不公平 诈骗横行 打击不利 我们觉得不公平 论文造假 硬拗 我们觉得不公平 院长可以等一下再回答 但是我要跟院长讲 我刚刚问说 为什么我会当选 我告诉你我的答案 如果我们在选举过程中 作为民意代表 没有办法反映社会基层 真实的心声 我这个年轻人何德何能 可以当选呢 也请院长理解 当选之后 我们如果没有把这样子的心声 带进国会 那是有负选民的托付 我现在开始请问院长 民进党虽然在这次的选举 延续了中央的执政权力 但在国会的席次 大幅的衰退 失去了完全执政的优势 请问院长 这算胜选还是败选 有胜有输 有胜有负 那你觉得总体来说是胜选还是败选 其实商党都是 有胜利的部分 也有失败的部分 你觉得你应不应该为这样选举的结果负起一定的责任 我想每一个人在竞选 没有办法 这一个 全胜的时候都应该要检讨 应该要检讨对不对 这个讲法真好 毕竟我们的国家要好 责任政治的精神 那是一定要确保的 所以前一段时间 本席看到你在媒体上面的报导 说 你都会定期的和天主对话 反省自己过去一年 是不是做了很多不对的事情 本席想要请问院长 你在跟天主对话的时候反省 是反省您的私事 还是领导统育的公家事 我想这是我跟天主的事 你没有办法过问 不能过问是吧 好 这个本席愿意尊重 但是我愿意正面解读 刚刚院长讲说 面对这场选举可能要检讨的事情 我个人是非常希望 对我尊重院长 这是您的信仰的问题 但我们都非常非常的希望 在这个检讨的过程中 您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人 你是国家行政院长 在这个议场来检讨国家的政务是对的 你不要来检讨个人跟信仰的问题 没错 本席当然不会在这里跟你讲个人的问题 就要谈国家大政嘛 如果我们的院长 愿意在国家大政上面 也把他纳入深知检讨 我认为这对国家来讲是一件好的事情 2016年 您当初声望从容 是中研院的院士 您是执政团队那个时候的副总统 2020年 蔡英文总统竞选连任的时候 遇到了政治风暴 您选择成权礼让 等于为党解围有功 到了蔡政府任期的最后 您接手行政院院长 能在这个当下 为蔡政府的八年收尾 算是很难得的机缘 但同样这八年的政府领导 相关的责任 您当然也有一份 请教院长 为什么民进党会席次衰退 您刚刚有讲有胜有败 一定有些地方需要检讨 请问这段时间的施政 有哪一些不得民心的地方 有没有任何具体的检讨方案 我给您三分钟的时间好好论述 但希望您可以提出具体的案例 院长请发言 太好了 时间来开始三分钟 实际上蔡总统上任以来呢 我们都可以看得到 中华民国台湾在世界上 确实是响亮亮的 受到国际的重视 那我们就从2016年开始 马总统不敢做的年金改革 我们已经完成了 马总统的任期内 没有办法做的国家人权委员会 我们也已经成立了 然后在经济发展上 特别是在COVID-19的这一段期间 全世界都认同 台湾的COVID-19的防疫 是全世界的典范 所以总统也被十几个杂志 作为杂志的封面 更重要的在COVID-19的这一段期间 根据美国经济研究所的 这一个统计 在40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当中 在2020年的时候 台湾的COVID-19的死亡率 是全球最低 而经济衰退的情况下 是唯一正成长的国家 所以在2020到2023年 我们台湾的岁入岁出呢 都有大量的盈余 那都在3000亿以上 特别是2022年的时候 高达将近5000亿 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经费 来推动所有的改善 那台湾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在这一段期间 我们所有的建设增加 我们不再缺电 我们不再缺水 更重要的 我们民众有很大的信心 那当然我们自己讲是没有用啦 更重要的 我们在看国际的评比 在国际的评比上 瑞士洛杉磯管理学院 IMD的国际竞争力的评比 台湾在所有的国家当中 排名在第四名 而且更重要的 你可以看得到 在2000万人口以上的国家 连续排名第一名 有四年之多 这是台湾人的光荣 台湾人的骄傲 所以在这一段期间的执政 确确实实 使台湾在国际上看得见 而且更重要的 如果在外交上 我们可以看得到 我们跟美国 欧盟 跟加拿大 跟日本 都有很好 你要一分钟 我提醒你 没有没有 我时间还没有到 你给我三分钟 如果你要打动我也可以啦 你要打动我吗 你继续 好 所以在这一段期间 我们看得到这样 更重要的 你可以看得到 台湾在转型正义 在人权保障上 是受到世界上的重视 我们 有通过了 这个分音平权 而且更重要的 我们在人权保障上 已经被认为是 亚洲自由民主人权 人道救援的灯塔 我们可以把我们 自由民主的资助 让整个东亚地区来学习 所以我们的民主 是亚洲第一名 我们的自由经济 是全世界的第四名 亚洲的第一名 我们的青年 的这个印象 是从马总统 那个时候 落后于28名以后 一直到现在都在增加 所以不管在政治 政治经济文化 官征等等 都有很大的进步 好 那你刚才讲的 那一些数据 可能是以偏概全 谢谢你 時間到 谢谢院长 还愿意尊重 院长 我觉得你刚刚这三分钟的讲话 基本上完全叫答非所问 我刚刚问你的题目 是 为什么 民进党是有何不得民心的地方 以至于你到最后 国会选举的席次 大幅衰退 你有没有相关的检讨方案 你花了三分钟的时间 大幅的论述 我们的成绩有多么的好 评比有多么的高 院长 这不叫检讨 这个场合不是你的施政报告 也不是你大内宣的舞台 我愿意给你时间 是因为我希望 我也相信院长 是一个愿意 反省检讨 用严格的标准 要求自己的行政团队的人 但是你把刚刚的三分钟的时间 对不起 请你不要打断我 你把那三分钟的时间 拿来讲自己有多好多好 我实在很怀疑 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检讨两个字 我可以回答吗 不行 你的时间已经过了 我举一个例子给你听 既然要谈检讨 我们就检讨 比如说 前一段时间我就讲桃园的例子 政府 我认为有若干可益之处 当初台积电 当初说要来龙潭设厂 行政院当初在 没有完成任何龙科三期可行性评估的前提之下 更不用说 没有完善的征收计划的前提之下 内阁就急功近利 越主带跑 抢先宣布 一个厂要不要来这边设厂 是企业的事 不是政府的事 以至于人民焦虑啊 抗争频传 最后让台积电 宣布 被迫宣布 设厂计划 暂缓 政府却选择在选举期间 大肆抹黑 桃园市政府 赶走台积电 这样子的说法 无助于解决问题 反而加深中央跟地方的矛盾 这就是错上加错 我不同意 等一下 天下杂志也说啊 这个龙潭台积电 破局的案子 该检讨的是 政治人物的急躁表态 与粗糙的政策 产制流程 互 这个让园区的扩建计划 一波三折 这是天下杂志的报告 我原句转述 我原句转述 我告诉院长 事实证明啊 桃园乡亲的眼睛是雪亮的 我们都期待 農科扩大 可以顺利的进行 我们都希望 台积电可以顺利的来桃园 但是 人民不会买单 政府空泛的大内宣 因为人民期待的是 务实 可行的政策 而不是空头支票 更不是政治诈骗 本期要求 政府未来 在开发产专园区 導引产业发展的同时 应该要务实的解决 用地 能源 财务的问题 要低调的规划 要确认所有的程序 完备之後 你再来宣布好消息 这样才是做产业的后盾 这样才是成就 護国神山的正确方式 院长我刚刚讲这个案例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 如果你在刚刚的三分钟的时间里面 你举一个这样的例子 我们的政府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 有做得 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 那我觉得我们的一问一答的质询是有意义的 我们未来理性问证是可以被期待的 未来我们桃园还有大矽谷的计划 我先来问你一个问题 未来我们走这个大矽谷的计划 因为我看起来又是宣传先行啊 但是实际上在做这些后续的行政程序完备的时候 会不会更务实 会不会更低调 会不会先解决问题 而不是急着做政治操作 院长跟你回答一下 我想 陶柱没有 大矽谷的计划齁 连桃园市政府都赞成 当然嘛 我当初也没有反对农科三级的过大计划 当时农科也是大家都赞成 可是这件事情 当 国科会在 准备这一个用地的时候 当厂商在努力的时候 地方政府有没有帮忙来做协调呢 所以你刚才讲的根本是 不符合事实嘛 对啊 地方政府要进入 前提条件 以偏概全 前提条件是计划要完备 行政院在宣布 隆格三级过大 宣布台基建来台的时候 来桃园的时候 要争取科学园区的时候 就只有桃园市没有成功啊 院长 深呼吸 大家都说 如果你是大人哥 不要战狼上升 變成大狼哥啊 各个地方 圣骑士就圣骑士 不要变圣战士啊 冷静 局长 院长 冷静 我一问你一答嘛 好不好 直询 我跟院长 我要有时间 我跟院长说 你这样子就没有 我会给你时间 院长 你要先听我说明嘛 当初行政院在宣布台基建要来桃园的时候 连可行性评估都还没有做 请问这样宣布是合理的吗 请院长回答 这 在宣布说哪一个地方要开科学园区 你现在 请问 银林县政府 有没有说他想争取科学园区 大家都 家议也有 大家都在争取 所以地方政府要努力来配合嘛 请问院长 在所有程序都不完备的情况 归到中央政府 冷静好 那我再问你下一个问题 在所有的行政程序都不完备的情况下 冒然宣布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院长你有观察吗 發生了什么事 我想 在所有 现在台基建确定了没 还没 对不对 可是我告诉你院长 这是我们来自基层的观察 宣布来農科 農坛土地大厂 宣布去嘉义 嘉义土地大厂 宣布去高雄 高雄土地大厂 通通草地皮 但最后 台基建请问去了哪里 请问去了哪里 你认为 雲林县政府 现在宣布 欢迎科学园局 也在草地皮吗 我不赞成 我告诉院长 大家都希望争取 我也希望政府 盡量来促成 但是 手段程序要完备 做法要务实 完备之后 你再来宣布好消息 是不是比较正确 当然是完备才来宣布啊 当然 澳元的和政府 就不是完备的时候 就来宣布 立方政府可以宣布 他的努力方向 對不對 當然了 你可以宣布 他的努力方向 但你不能再 沒有完备程序的前景 就要硬干嘛 現在狀況就是 沒有可行性評估 沒有征收計劃 連你國會內部的人 都講 財務 用人有疑問的情況 你為什麼可以宣布嘛 可行性評估嗎 也沒有 他只是他地方政府要努力爭取 所以他對選民 有這樣的一個說明 這樣不可以嗎 院長 現在各縣市政府 對嘛 你先讓我講嘛 各縣市政府 要爭取 要爭取 但是由中央來宣布 你宣布了嗎 要去雲林了嗎 你要不要現在宣布 還是現在宣布去嘉宇 是不是由中央來宣布 是不是 應不應該 我想 就是我剛才講了嘛 地方政府要來宣布 都是一樣的 這樣的方式啦 我跟你講齁 你現在不要 找一個特別的例子來講 科學園區的發展 國科會有自己主導的權利 但是 地方政府 我們也尊重 地方政府 都的爭取 我在當國科會主委的時候 嘉義縣政府 就已經來爭取 他也對外宣布 那我們很尊重 可是我們會告訴他 可行性評估 什麼叫做西部規劃 什麼叫做環評 對嘛 這才是正確的流程 但問題是 龍潭科學園區是誰宣布的 是內閣行政院親自會看親自宣布的 這就是問題嘛 我現在講就是不對的嘛 建設政府可以爭取 你可以全力協助 真的有成績一起宣布 拍拍手 可是龍潭的問題是 還沒有程序的時候 行政院就宣布 這就是不對 所以我拿這個例子告訴院長 政府的施政 哪怕你剛剛花了三分鐘時間講有多好 都還是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改進的 是值得商榷的 我希望在這場資訊 我們去談總檢討的時候 是可以聽到這樣的事情的嘛 對不對 好啦 院長 顯然看起來齁 這個 總質詢到這個時候 總檢討大概也講不出什麼東西啦 因為剛剛給你三分鐘 給你宣布 給你去講 你也講不出個東西來 我拿一個案例跟你聽 你還非常強硬 說你都是對的 所以顯然這八年 民進黨沒有任何檢討 好吧 既然沒有檢討 那我們就面對未來好了 我最近發現你變蠻多的 就以前溫文如雅 現在很兇悍喔 大家都在想說 是不是政治上有新的考量 請問院長 新的總統上任之後 你會不會續任行政院長 不會 不會 內清德總統親自邀請你 會不會續任 不會 如果 賴清德總統 不會就是不會 蔡英文總統也不會嗎 不會 好 看來您的這個意志非常堅決 那麼現在 就是看守階段對不對 是 看守對不對 請教院長 但是看守還是要做事 要戰戰兢兢做到5月19日 戰戰兢兢 而且每一個事情 該推動的就是 何況民進黨繼續執政 所以 賴總統跟 蔡總統的執政是一貫的 所以 我的內閣 沒有任何一天可以帶動 我們會完全來推動 所有的 應該做的事情 好 非常好啊 本期要跟你講的就是說 看守內閣啊 不應該是等待任期結束的空轉內閣 看守內閣要回應人民的期待 這就是我剛才講過啦 但是我為什麼要跟你檢討 因為人民 人民不滿的政策 內閣有這個責任 喊停還議啊 所以我剛剛問你哪些做得不夠好 是因為看守內閣有為有守的過程中 福國利民的繼續做 但是 政策有爭議的 民眾顯然不買單的 你要喊停還議 讓新政府的意志來做決定 延續性的重大建設 當然不能浪費時間 院長你在選舉前就是行政院長 根據責任政治的原則 如果我們用高標準要求你 你當然會因為國會席次的衰退 完全執政的喪失 你理應 辭職下台 以示負責 但你沒有 這個沒有關係 但就是因為這樣 本期才要花時間跟你討論 要不要自我檢討一下 您剛剛的回應 社會大眾都在看 人民自有公斷 我們就不在這裡浪費時間了 我告訴跟院長分享 本期心目中 看守內閣其實是有一個蠻不錯的例子 跟你分享 2016年的張善政內閣 其實當初得到了不分朝野的正面評價 面對國民黨當初的敗選 張善政前院長 在看守內閣的任內 他充分尊重了地方的意見 他支持林宥昌前市長 核准基隆軍港部分移交基隆市政府 他支持林佳龍前市長 因應台中市的升格 核准了台中市府公務人員的名額 他支持賴清德前市長 讓台南會展中心的建設預算順利通過 儘管這些縣市 當初都是綠營執政 但福國立民的事情 張善政前院長他沒有浪費時間 他也沒有大小眼 張善政市長面對不得選民的支持的政策 他擔起責任即時喊停 桃園的鐵路高價化跟地下化之爭 其實談了非常多 但人民啊 在2014年跟2016年的兩場選舉 用選票否定了國民黨提出的高價化方案 張善政前院長他就擔起了相關的責任 在他的任內喊停了高價化的行政程序 讓當初執政的鄭文燦前市長 有那個空間可以去提出地下化的版本 張前院長的施政留下不分朝野的好評 也為當初敗選的國民黨 稍微贏回了一些尊嚴 這個證明了即便是看守內閣的看守期間 我們也依然期待內閣有為有守 院長我說有為有守是有些事要做 有些事要停才叫有為有守 我現在給院長幾個建議 看看我們院長面對最新的名義 是不是一樣能夠有為有守 院長看到這個投影片 你知道我常常搭集結來立法院開會嗎 喔我不曉得 好我就跟你講我常常搭 這都是我這個上班途中 這個留下的剪影啊 這幾天的照片給你做一下參考 尖峰期間啊本期來自桃園 桃園跟台北的通勤組啊 是的權益是非常重要的 機場捷運的列車還有國道客運 常常是斑斑滿大牌長龍的一個情況之下 機場捷運線不只服務機場的觀光客 也要服務平常啊北陶之間的通勤客 現在的狀況是桃園捷運公司 在張三鎮市長的領導下已經連續徵班了七八次 但是如果要再徵班讓桃園機場的捷運的這個服務量能啊 可以追上台北捷運 好好的服務通勤大眾的時候 我們必須有增購列車的需求 這一部分的經費 本期希望得到中央的大力支持 請問一下院長或者是部長的想法 請回答 好我請部長回答 現在積檢一天大概十萬以上 尤其TPAS上路以後 那台灣市政府也提出這個增購車廂的這個計畫 但是現在有一個題目就是說 資產轉移在前任市長已經談好大概十億的轉移 所以我們是在內部台灣希望轉移後 我們來支持直達車的車廂 我想這部分大概已經在去年12月12號行政營做這樣的結論 那這個部分會在跟台灣市政府在做一些溝通 目前就是支持 直達車的部分會支持 直達車的部分佔全部當初提出的車廂採購需求的多少 市長那邊有數據嗎 總數是八十幾億齁 直達車應該是 應該是有五十億吧 我在猜 我們當然站在地方的角度 站在桃園市發展的角度 而且這一條其實憑良心講 也不是只有服務桃園的旅客 我每天從A8搭到A1 常常其實新北的旅客他也是被服務到的 台北市的旅客他也是被服務到的 更不用講全台灣要去機場 這個臨時有需求要去機場這些旅客 所以我希望中央 這一條不是桃園市內部的捷運線而已 它是一個跨縣市的中央級的運據 是不是交通部可以再多給桃園市政府一些的資源 多給桃園捷運公司一些的關愛呢 有沒有機會我們再進一步的協調跟證據 現在就是用他的財政 他現在三級就是84% 自大車就是購車費用的84% 普通車他自己處理 普通車是他當時的地方的捷運 大概初步 但是我們是希望資產移轉 在我們行中的討論是趕快來處理 因為這個不處理 變成營運或是活動都地方政府在辦 資產還掛在中央 所以基本上至少會有自大車的50多億的補助就對了 我們現在初步是這樣的一個方案 但是這個跟台灣市政府還在討論 還在討論 大概具體的時間表 交通部裡面心裡有一個規劃嗎 現在我們已經發案給台灣市政府 但是他現在針對 尤其那個資產轉移這部分還沒有同意 所以我們是說轉移以後 這個營運都 因為現在的決運都是地方 這部分我們會後來 因為今天時間有限 委員最重要的是 資產轉移這件事情 提醒桃園市政府趕快來做 要過車再提出計畫 這樣子就是循序漸進 中央地方好好合作 我完全同意 完全同意 第二個是本期運氣還算不錯 我住的地方離機場捷運算近 但選區內很多市民朋友 南崁的也好 大竹的也好 鄉親非常需要穩定的國道客運 來進行通勤 近年國道客運的狀況非常不OK 遇到疫情 然後再來是通膨 成本大增苦不堪言 以至於各個客運業者要退場 撂挑子不幹 今天早上南崁的5203A就出事了 因為前一個業者退場了 接續的業者落高 結果今天通勤 通勤客全已馬上受到損害 這件事情談個案 在這裡談個案太小了 我們要談通案 怎麼徹底的改善國道客運的品質 讓業者的營運困境 司機缺源的困境 有一個系統性的解決方案 我想這個院長跟部長責無旁貸 也不用浪費時間 有沒有具體的時間表 要怎麼改善國道客運的營運狀況 請回答 各位報告 就是說目前第一個是司機不足的部分 我們現在每位司機大概花15萬在幫地方訓練 現在大概已經到2000位 逐步 比如說桃園 桃園科運部也在過 也在那個 第二個現在那個 他的這個整個成本提升 最近他們送了一個這個條件 新的版本進來對不對 我想這部分我們會來支持 本期要求重數 這應該是贅數審核 因為現在退場的狀況很嚴重 意思是說讓他有充分的這個收入 來營運來營運 沙頭生意有人做 賠錢生意沒人做 對不對 這個部分現在就是公路局 然後交通部會來做審查 有沒有具體的時間表 這一次我非常關心 他現在初審已經審過 他們應該在幾個禮拜內 會送到交通部來 那我們透過我們委員會來審查 透過委員會來審查 好不好 這部分也希望部長 多用理心把它變成 施政的第一優先順位 TPass1200是好政策 他是造福的通勤組 但你不要有好政策 就實際上配套跟不上 我覺得這就為得不足了 好不好 所以不管是機械的列車徵班 還有國道客運的營運困境的改善 我認為都是交通部第一要務要處理的地方 地方政府也要跟我們合作 我相信地方我非常期待 客運是地方在經營 好不好 我們來溝通 我們來溝通中央地方也是我們的責任 好不好 再來是大的建設 院長 龜山的中線捷運 我幫他請請命 這個規劃的比誰都早 但核定的時間真的一直被超車 桃園綠線規劃的晚 核定的早 台中藍線也超車 甚至連綠線的延伸線 都搶先核定 那我龜山鄉親情何以堪 這本期還是議員的時候 我們要感謝一下副院長 我們在最後一次的市政總質詢的時候 要求正前市長表態 他說中央應該有支持一半的預算 支持桃園的大建設 那目前 根據進度 國發會核定的中央地方經費 確實各在一半 本期竟不要感謝 但整個綜合規劃 現在就只差這個院長的臨門一角 正式的核定 我們才有辦法進入實質的開工動土 招標的階段 請問院長何時會有好消息呢 很快 很快 這個就是 這個批了沒 這個公文 很快就會有好消息 很快 有沒有一個具體的時間 相信很期待 我講這個福國立民的延續性的建設 不久 不久就會有好消息 不久就會有好消息 你這不能再偷偷一點嗎 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建設的好消息 這都確定的事啊 該宣佈 就你剛才講過 該宣佈就宣佈 該宣佈就宣佈 你看一下這張圖表 你剛才講的 院長你看一下這張圖表 可行性研究 經軌改 中間環評通過 交通部審核通過 國發會審核通過 這叫程序完備 所以你如果批了 就可以宣佈 還沒有批就是沒有程序完備 還在審查就是沒有程序完備 還在審查就是沒有程序完備 還基電那個案子 前面這都還沒落地 你就宣佈了這就不對 好不好 現在再講這個 我就跟你講 你說什麼時候核定 我說時間快了 那哪要我之前宣佈 我這樣子換一個角度問 院長 會不會核定 我們退一點 會不會核定 應不應該核定 在這個都已經前面 專業的幕僚單位 都處理完了 會不會核定 當然核定 通過各式各樣的審查的 資料都完全的時候才能核定啊 好 但是我也是跟你講說快了 我現在已經跟你講快了 雖然這個我們剛剛有吵架 但沒關係 只要大的建設能落地 我都敢騙你 好不好 好 最後兩分鐘了好不好 我也要請教幾個爭議的議題 我們剛剛講看守內閣有為有守 剛剛這些福國立民的政策叫有為啊 那有些爭議的題目 那叫有守 因為時間不多了 我們也就別吵了 我簡單講一下就好 比如說這段時間大概在討論的印度勞工來台 人心惶惶 他也許只是一個MOU啊 但是這個政策的溝通落地啊 本席認為啊 這個應該是交給新政府來處理嘛 因為這剛好在看守期間的事情 那也許新政府會有新政府的想法 也許值得 因為民進黨連續執政 所以新舊政府之間有很好的溝通 而且印度移工的這件事情 我們也一再跟總統副總統有在討論 所以 不需要像你講的 這樣子 剛才你講的張善政的事情 是因為 沒有連續執政嘛 所以才需要這樣做 我們現在 現在我開始跟你講 印度移工 就是要做 最後一分鐘了 我把它講完了 附路團克的盡力也是一樣 政府當然有決策的理由 你有你的模式 我尊重 但這個政策的時間點啊 我要講的是時間點啊 你是預判賴清德政府會跟大陸瘋火連天 所以壞帳先扛嗎 還是你要先言後寬 讓賴清德釋放善意 面價調漲也是如此嘛 這個知識體大 嚴重影響民生啊 很有可能會導致下一次的崩潰崩潰 看守期間你要幫賴清德當壞人嗎 本期間提這幾個案例啊 我沒有當壞人 我是該做的就做 我嚴肅提醒 嚴肅提醒 這些議題啊 值得在國會有深入的討論 而決策應該要尊重新政府的意志 而不是看守內閣趁亂過關 我希望院長聽得盡勸 不要一意孤行 但你如果非得要一意孤行 那我們知道國會見正章啦 好不好謝謝啦 我想喔 這個還有十五分十六分鐘 十六秒 十六秒 實際上在這一個過去的這一段時間 總統副總統跟行政院長都有很好的討論 再加上民進黨要繼續執政 所以這一些的政策 實際上都有通盤的討論 所以你根本不就擔心 講完就是這樣嘛 謝謝啦 謝謝年委員學廷的諮詢 也謝謝陳院長的備詢 然後接下來我們請登記第二十二號 王委員定語諮詢 謝謝院長 麻煩陳建林院長 麻煩再請陳院長備詢 王委員長 我今天題目比較多 大概都跟官司選區或者台灣民眾比較關心的事情 那第一件事情可能我也聽王國財部長也提過了 現在我們在基層民眾有兩件事情 我們請行政院在最快的速度回憶人民的聲音 第一個是 濫行檢舉 那個檢舉達人有一個人檢舉兩萬件的 就是說類似這樣的案例 違法當然不對 違規當然該處罰 但是當檢舉達人已經形成很多人的困擾的時候 這個要做一個處理 處理的方法我們今天時間不夠 我有看到王國財部長你有說過 你在這個會期要做調整 第一個是檢舉達人的問題 第二個是什麼呢 違規我還是贊成就罰 交通安全 人命安全是至高無上的價值 但是記點制也應該要有所調整 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記點蠻容易都記到點了 然後呢 對一般用路人 啊記點啊 我駕照扣掉了 那我就這幾個月不要開車就好 你們忘了有一種人 他一家三餐生活都靠這張駕照 職業駕駛 小貨車 上毀 他一停 自己當老闆的 他乾脆了 馬上就沒工作了 你幫我公司開貨車 你駕照都不能用了 三個月不能用一年不能用 所以記點制會剝奪了一些 基層人民謀生的能力 所以我一開始這兩件事情 請行政院跟交通部 最快的時間進行相關 不管是修法或行政命令的調整 我不知道院長對這個事情有沒有看法 這件事情我們實際上 正在積極進行當中 我們希望在下一個禮拜 的院會呢 對這件事情就會有提出下禮拜 因為檢舉摩人 那已經不叫達人了 那沒很緊張耶 我知道 檢舉摩人齁 以及記點制的調整 我覺得是 基層人民很痛苦的聲音 我一定要帶來到 我們院會質詢讓兩位聽到 這個我們下一個禮拜 本來就有院會會來處理這個 那我們希望下禮拜 看到你們調整的版本 我想這部分黨派 大家一起來推動啦齁 第二的東西是 台86線工程 我剛才跟邱憶寅委員也在聊這個事情 八十六號的現況齁 院長那天我們在那邊發燈籠嘛齁 小籠包嘛齁 八十六號的篩的狀況 那個不是因為台灣燈會而已 八十六號從我選區的最西側 從灣裡洗塑 一路到關廟 未來要打通道齊山 那這一條路現在上下班 二高會回堵塞到我們 這個關廟這一個交流道這邊 然後呢八十六號呢 往二高的方向也會回堵塞到中山路上面齁 那現在這個工程延伸要打通關廟 到前段齁 打通關廟 經過新的泡銷到隆旗 這是很大啦 第二段是一八二線 沿路一直走走到隆船 經過五間打通道內門 有兩段 我覺得這個問題很簡單就是 那邊的交通阻塞 已經是刻不容緩 一定要快點改 改變跟解決 那我這邊有個圖表齁 你們前段的核定七十八點八億 預計今年六月要進環境部 準備環評 後段是明年二月要提報環境部 兩件事情 請院長協助 環評能不能更快一點提報 再來環評的過程 他現在是壓三年 能不能縮短環評的期程 來請院長回答 這個環評的資料 如果準備得很完整的話 那當然這個期程齁 就有可能會縮短 那在準備的情況 我請部長齁 再做一個很簡單的回答 各位報告 的確上次跟委員到現場 就是跨十九甲 跟原來的這個到台三整合起來 就是現在都整個放在中和規模 那個區域大高幅度的發展 現在是卡在這個地方塞住了嗎 現在這兩個合起來 我們是民國一百二十二年的完工 的確環評如果能提早做完工 時程都會縮短 所以我們還是朝這一個 盡量縮短 那目前目標也是一百二十二年 全部完工 你一百二十二年才能完工嘛 對對對 那先 盡量加速 那個 那個我 我到現在不太有信心啦 但是我現在是希望 我們一段一段加速 環評環境部這邊 我不是說要省略 而是資料齊備 可以一次完成 不要再走三個月 三個月要再來 來來去去 就慢了 好 能不能一次把它弄好來 這個 我們進來來加速 我們希望我們公路總局跟那個 交通部這邊 進度隨時讓本席這邊掌握 這個地方很關切的事情 好 下一件事情我們請 管委員齁跟那個院長齁 管 管主委齁齁 這個 台美齁 台灣跟美國在二零二一年的三月二十六號 簽了一個海巡合作了解備忘錄 這個備忘錄呢 當時的背景是我們 台美台灣關係法四十多四十年 然後台美關係升溫 那也因為中國在印太地區的擴張 中國不僅騷擾了菲律賓的經濟水域 也騷擾了越南 也騷擾了日本 也騷擾了韓國 他也騷擾了俄羅斯 周邊他變成到處都在做一樣的事情 用Little Blue Man 小藍人 那種水上民兵的方式 形成區域的不穩定 那我們也不希望軍事衝突 降溫跟穩定是 這個區域每個國家的責任 那美國在那個時候 就把他們的海岸巡防隊 調派了船艦 來到印太地區 搭配 第七艦隊 這是時空背景 那2021年3月26號 台美簽訂了海巡合作了解備忘錄 裡面有 我們每年要選任六個七個 海巡優秀的我們這些兄弟姐妹到美國受訓 那另外有一個叫護娛 我們的合作項目有護娛啦 那本席請教院長跟管主委 我們從簽署合作備忘錄到現在 有沒有台美聯合護娛的行動的案例 我們有一些合作 那事實上在護娛所謂護娛的部分 漁業合作的部分 最主要的還是在共同打擊IUU 所以簽訂的這個內容 主要是我們兩國之間彼此 是容許相互登檢來打擊IUU 所以主要是這個部分 相互允許對方去執法 這是一件事情 那有沒有聯合護娛的案例 現在看起來是還沒有 我們目前還沒有聯合護娛的案例 我是不是建議這樣子 像美國在吉里巴斯跟吉里巴斯的水上警察 有聯合護娛 他們在菲律賓的經濟水域 有聯合護娛 那日本也有 他們用的是海岸巡防隊 就降低軍事上的直接的摩擦 我都不是指金門那邊 金夏是敏感地區 那個地方是越降溫越好 明明就是一個違法的刑事犯罪者 然後執法者要逮捕他 他跑 韓國是直接用撞的 北韓是用開炮的 我們是在執法 那現在把他無限上綱 升高成政治對抗 這個是惡意 我們 海巡的執法 我們還是以優先 無論如何 是一定希望能夠保護 自己與他傳的安全 要不要精進 要不要增加設備 這個是可以 但是我們在我們國家的水域的執法權 不容侵犯 這是沒有打折扣的條件 我們一定要堅持 館主委 我現在講的是另外一件事 我特別怕 以為我們說台美要去金門那邊 不是這個事情 我指的是 像巴士海峽 我們不會升高政治的對立 就是說 在不是緊張區域 台美既然有簽署海巡的 聯合護漁的相關的合作備忘錄 我們就把它carry out 我們就讓它執行出來 也許在南太 也許在 我們巴士海峽的漁場或哪裡 建立彼此合作 也訓練我們 海巡國際合作的能力 我不知道管主委有什麼想法 有一些合作的項目在進行 但是基於外交上面的尊重 我們恐怕不適合在這裡做詳細的報告 好 有合作的方向 等到具體成熟的時候 我相信要讓國人知道 好 謝謝管主委 我現在有兩個事情 院長這兩個事情可以隨作 這個要跟院長報告 一個是跟農業部有關 一個是跟內政部警政署有關 第一個 老農津貼 老農津貼呢 在我們去年有經過物價調整 對 所以有把它調高到八千零八十元 對 沒多啦 但是總是有調高 從過去的七千塊 一直慢慢調調調到八零八零 那我們的物條呢 是每四年一次嘛 像規定這樣子 可是從 這一個民國一百零二年 那時候是馬政府的時候 他把他丟了一個排富條款 五百萬的財產的人 他就被人捏老農津貼 當時這個排富條款 坦白講 農民之間的反彈很大 那到現在呢 也經過了一二十年的時間 所以我今天不是單純講 發多少錢的問題 排富條款的門檻 應該也要跟著物價調整 有所調高 如果我們在鎖在那個五百萬齁 坦白講 對很多農民來講 看得到吃不到嘛 我根本領不到啊 所以我不知道 農業部有沒有計畫 把排富條款 跟著物條往上走 調到一千萬 調到九百萬 你們有沒有這樣計畫 我跟委員說明齁 就是說 我們針對老農津貼的一個 針對 上個會局 有提修正版本 我們有提一個 因應的一個方案 提到行政院 這裡面有特別針對 排富條款 包括所得的五十萬 包括那個財產的五百萬 還有一個自用的四百萬 講結論你們要怎麼提出 我們都有建議 行政院這邊齁 就是在考慮的時候 可以根據土地的公告限職 那我們也計算過 從一百零一年到一百一十二年 我後面還有警察的 你說結論 你建議調到哪裡 我們有初步大概有 如果照這個增值 大概是要八百萬 但是 先這邊要考慮到整體的 不同的地區 就設伏 設伏要一起衡量 陳院長 農民是我們台灣社會 最艱苦的一地 是 好了 你給我排富 黏兩句也不接受 從民國一百零二年到現在 所得五十跟五百萬資產的排富 都沒有頂 都沒有頂 這確實不合理 那他們有計算過啦 我聽到數據是八百萬啦 行政院對這個事情 能不能在 這個會期內 把它進行做相關的調整 好 我們 會跟這個八大社福齁 一起來考慮 但是我們 我答應說一定會在這個會期 來 這個會期一定要處理 一定要處理 那社福我尊重 但老農這一塊 牽造農業產業 我覺得我們已經 年金都出來了 老農津貼這一塊 排富條款的調整 我覺得應該給予調整 影響的人其實不 他是一種感覺 他多領的也沒有多少錢 但是你給他一百多錢 不太合理齁 這個我謝謝院長承諾這個會期要把它做處理了齁 接下來有關警情津貼的部分 我們在去年七月行政院 感謝行政院齁 我們總體經濟表現不錯 所以把警察加薪 就警情津貼呢 加擠呢 增加了百分之十五 所以呢 在第一線的外勤基層員警 每個月開 大概會增加一千兩百六十五塊 在雙北的刑警 每個月多增加 大概三千兩百八十九塊 這一塊是我們已經做的 但是我要跟林佑昌部長跟院長要講的是 加班費 我們現在的加班費 公務人員 軍警銷都 警銷公務員都一樣 加班費是用這個薪資 專業加幾 加主管加幾 這三個來算加班費 然後在警察根據事件案之後呢 加班喔 一天整加四個小時 每一個 每一年齁 每個月齁 可以增加班的時數呢 有所限制 那我們把 我們把加班費 那個超勤津貼 超勤加班費 調高到一萬九 結果我們最基層的員警 越低階的員警 他的 本縫 清水 引擎津貼 沒有算進去 他的專業加幾放進去 他沒有主管加幾 算一算每個小時呢 大概只有一百七十七塊 你要領到一萬九的加班費呢 要加班 每個月一百零七小時 所以這句話在基層警員就告訴我們 看得到 領不到 你給我一萬九 我根本領不到 因為你限制我加班的上限了 然後呢 我的 薪水又比較低 所以就只有一百零 一百七十七塊的加班費的基準 本縫這邊具體建議齁 你看我們那個條例 我們的 這一個是 警察人士條例裡面 的 現行警察人員齁 你看一下第二十七條的第二項 跟公務人員完全不同的 只有一個 叫做 勤務加幾 這個是警察獨有的 所以不會影響全面 只有警察獨有的 如果把勤務加幾 列入警察加班費的計算基準數裡面 那基層 高階的其實沒影響啦 高階本來就已經一半了 到一萬九 不會再增加了啦 但是基層員警領不到 所以如果把這個勤務加幾 我們給他加班 我們加了百分之十五 這勤務加幾 列入 加班費的計算金儲 其他都沒有 這只有警察獨有的 那可以讓我們基層的員警 在外面車巡啊 在 你看昨天基隆發生不幸的事件 那都是我們第一線 最基層的警察兄弟姐妹齁 把他加進去 讓他是一萬九的加班費 真的領得到 否則 我不知道 部長院長和署長有沒有什麼想法 我 我要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本來是有限 一個月 一百點鐘的上線 現在沒有限 但是有一個問題很強 你不可以加那麼多班 蛤 你現在加班 加班警察加班有很多 我們進去可以領到萬九 加班洗手 本來有 不可以吃到一百點 我這剩十四秒啦 我這個事情 拜託議長和 柯其又商部長 當過地方父母官的齁 去思考看看 把警情這個 這個警察 把它列入加班費的計算基準 你去算一下 真的就幫助到基層員警 中高階的警察警官反而影響 好 謝謝王委員定語的質詢 也謝謝陳院長的備詢 接下來我們請 登記 第二十三號 林委員佩祥質詢 是否揭職 我不知道 有更多的 發言 好 可以 再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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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因為在這是甚麼 請直接發言沒問題 麥克風已經開了 院長 請陳建仁院長 好麻煩請陳院長備詢 特別跟林委員報告 三個麥克風都可以用 對 林委員長 恭喜你當選立委 院長謝謝 我們是行政院院長 嚴格講起來就等於是我們這個國家的CEO 那嚴格講起來本席 是代表股東代表 另外一方面您是 官我是民 我是民代 所以今天不管如何我希望有個善意的 一個質詢跟回應 那 為什麼先把北北基的 這個議題拿出來講因為我記得 沒有錯的話賴清德 總統當選人 在選舉的時候曾經提出來的 陶竹苗大細谷 一年兩百億的計畫 那我就很想 我就很想知道說那對於我們北北基陶 目前的規劃是什麼 畢竟來講北北基陶加起來 可能超剛剛好超過 超過 一千萬人口 也是目前我們全國最大人口區 那我們的人口密度也比其他縣市來得高 那我就很想請問說針對這個案子 我們目前整體大眾運輸計畫的補助款 那目前是什麼狀況 我想北北基陶我們本來就是把它當作 首都生活圈 在這個首都生活圈當中 我們所有的交通的規劃 都是把它當作整體來規劃 所以北北基陶您剛才講得很好 就是把它當作是一個 一個整體 來規劃 所以交通規劃也是按照這樣的方式來進行 那這也就是TPASS 為什麼我們也是一千兩百元 Cover這四個城市 那我想請問一個事情 就是TPASS上任上路之後 我當然是成效蠻好的 但是這個裁員 這個裁員來講嚴格來說 本席也認為說這個TPASS 一千兩百 那這個會延續到多久 一千兩百塊這個TPASS 在北北基陶所使用的 那請問會延續到多久 是今年一年 會一直編列下去嗎 還是中間會因人 會正行用 我們當然是希望能夠繼續編下去 那當然這個預算的編列 還需要送到大院來審查 但是現在的預算是到114年 好 據我所知道 從去年年底的時候 我們就已經知道 基隆捷運第一階段 已經目前已經 巴督到南港已經核定了 請問什麼時候完工 什麼時候通車 能不能給我 給本席跟基隆市民 一個比較明確的時間 好 我請部長回答你 是 跟委員報告 目前基隆捷運 環評跟中規都合定了 所以現在是在 新北市政府 他會來做新建的工作 那目前是在民國123年完工 目前的目標是123年 123年嗎 對 民國123年 那 請問我認為是可能 馬上通車馬上就會完工通車馬上出問題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說現在 基隆捷運 從巴督到南港 就要33分鐘 也就是說 我們如果現行的台鐵駅 去監車只要23分鐘到24分鐘 目前的自強號 只要14到17分鐘的時候 當通車的那一刻 也就是表示那是空車的那一刻 因為 從基隆到台北上班的人 我很難想像說 他們會願意搭一個比較不便捷 如果一票 一票一站 基隆火車站 基隆火車站 只搭台北火車站 他們的這個火車不用 而改去搭 捷運 而如果說 像這樣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說 當基隆捷運第一段完工的時候 就是空車 就是噩夢的來臨呢 這個噩夢不只是給中央政府 也是給新北市、台北市 會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我想大家都喜歡來爭取捷運 包括基隆也是一樣 那最主要呢 委員可能也很清楚 捷運的班次呢 跟這個 台鐵的班次是不一樣的 我請部長來詳細跟你說 你如果注意看那個路線圖 他跟台鐵已經分離了 比如說你在五堵 基隆在這個五堵地方 的這個服務也很廣 所以他兩個的這個服務範圍 已經有一些不一樣了 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院主題的 捷運的這個穩定性跟他的班次 是雖然他速度不如台鐵 但是他的服務的這個穩定性 會很多人會喜歡去搭這個捷運 所以想說 在過去我們討論也希望說這個 基隆捷運能夠帶動整個基隆 沿線 北屋獨的這些發展 那目前也有一些相關的計畫 在進行 所以他是不同的服務範圍 有這個不同的目標 現在來進行 基本上我個人 我本人 我本心認為 不管怎麼樣 捷運的前提 不是為了都市發展 而是為了交通運輸 為了通勤足而準備的對吧 都市發展也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但是如果Priority wise 如果說以Priority 就是以優先順序來講的話 應該是通勤為主 再來才是都市發展 那如果最後的目標 是希望這軌道運輸 整體的軌道運輸 可以提升的話 那就會變成是說 假設從巴督到南港端 都要花33分鐘 而從基隆到台北火車站的時間 可能會比這個 綜合時間來的少很多的話 以本席一個今天早上自己開車 從基隆開自己開車 從基隆來台北上班的人 或以前從坐火車 從基隆到台北來上班的人 我會覺得說 他們要趕上9點的那一個班 要趕上9點能夠順利打卡 這個是未來最做於 未來做捷運會很辛苦的事情 我不知道部長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 我跟各位報告 以板南線來看 你說板橋到這個台北有火車 也有捷運 可是板南線的後端是 服務包括這個 相關的以前台鐵沒有服務到的地方 所以我意思是說 部長我直接問另外一個問題好了 請問一下基隆捷運 最多可以做 如果全部 一的一階段 全部都可以OK 都可以做人的話 請問一下 基隆捷運這一列車廂 可以放幾個人 他 這樣一般沒有這樣 就是一小時大概五千人 可以運送五千人 五千人次還是五千人 人次也可以 人次 不是五千 五千人很多 院長每一句話 我們現在都每個人都在記錄喔 因為五千人次 五千人次等於兩千五百人是嗎 今天有個好處齁 譬如說他班次收短一半 他就變成一萬人 就這樣 我現在要問的問題 我現在要問的問題是在於說 請問這一列列車 我剛剛講一列列車多少人 應該是三百人 三百人 那請問台鐵呢 台鐵像普雍馬那些是五百多人 五百多人 那請問你知道基隆市 那個 基隆市 每天搭乘火車到台北 上班的人有多少人 大概 應該是有六萬人 六萬人 錯 只有一萬五千人 五萬人 不是人次 是人 你是來回算 六萬 我們應該要把這個 總數十萬啦 鐵路大概六萬 錯 不過 部長我認為您對數字的掌握 其實很有問題 真的很有問題 不過 我想請問說 如果假設一萬五千人 你剛剛說是三四百人 一列列列車 那麼你 如何在七點到九點之間 能夠順利的 把一萬五千人 從基隆到台北運送呢 你認為結論做得到嗎 不是 你現在都在算車廂 車廂的話現在一列四百 車廂是一列四百一十四人 這是昨天出來的報告上面寫的啊 33分鐘也是昨天出來的報告上面寫的啊 那我只想問你這報告是真的還假的 順便我也想問其他的 我覺得很 都是很 很吊詭的事情 那 我想請問說 我們想從這邊這個資料來看一下好了 這是你們的事情 中文無法畫出來的資料 是 來 謝謝 這是什麼東西 所以總和別 本席是基隆市市民 那對於基隆市的財務 本席 本席相當關心 那 我想請問一下 以現行台鐵的運量 來為參考 是否以後可以支撐整個基隆捷運的運作 因為我們要知道一件事情喔 現在基隆捷運第一段完工的點是在巴督 巴督附近有多少人願意去搭捷運 還是直接開車到台北 這件事情請部長列入考量 我剛給你報告 捷運喔 我們一般在規劃裡面 要把車站的土地開發 包括都計畫一起考量 講到土地開發 講到土地開發 講到計畫效應評估 講到土地開發 講到計畫效應評估 請剛剛 請看一下我剛剛給你那個圖表 請問一下 如果說在這個 單就營運成本跟預期收益的推估之後 就基隆地區而言 需要負擔多少虧損才能支持營運 畢竟你把二氧化碳的 二氧化碳跟造勢的效益 跟土地開發的效益 不能直接折成金錢或薪水來做維護吧 是 我剛剛有報告 如果在公共運輸 你只講 能不能自負盈虧 那很多公共運輸都做不下去 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說 我開了班次以後 我要透過土地開發來 挹注它的收入 現在目前是這樣 不過 現在就是說 如果這個效益 土地開發不做效益一定很差 我還有其他另外一個最現實的問題要問 是是 這條基隆捷運只到八度 沒有到基隆市市區 那請問 我們的第二 第二階段的規劃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開始 我們現在那個 基隆市政府有提出一個 八度到基隆火車站的這個 申請經費 大概一千多萬 我們會給予協助 這部分就留給基隆市政府 看他未來要往哪邊走 往安樂區 或是往這個重鎮區 本習對於你說要給予協助 給予肯定 不過本習更希望說 我們行政院 可以給基隆市多一點幫忙 因為這一個規劃 基本上如果我記得沒有錯話 林佑少林部長也在場 當初是 國家海洋門戶計畫 剛開始是一毛錢都不用付 現在好 行政院 改朝換代之後說 使用者付費 那基隆人也就認了 但是這條基隆捷運 本習認為 對於都市發展是有幫助的 但對於通勤運輸 對於這些十萬通勤族 幫助非常的小 這是本習要先把這件事 講清楚的地方 好 再來 通勤人數十萬大軍 天天台北基隆兩邊跑 這就是基隆人的困境 部長我剛剛跟你講的是 一萬五千人 差不多一萬 本來是以前高峰的時候 一萬七千人 的 總數十萬 沒有 我剛剛講十萬嘛 可是十萬是總數 一萬七是做 一萬五 現在掉到一萬五 因為快捷公車掉到一萬五 甚至到一萬三 這個是基隆人 天天往台北跑的困境 對 好 那部長請問你知道說 天天開車的人有多少 天天做國道客運的人有多少嗎 數字齁 我據我當時的了解 是大概有五萬 五萬是這個 所以說沒有錯 這樣加起來 五萬人開車 其他四萬人搭國道客運 這也就是為什麼本席特地要拿這個獎 因為我們國道客運 因為現在我們知道缺工缺班次 天天你看到 天天你看到 可憐的基隆人 在台北的街頭等車 本席陪他們等了五年 在這種天氣 今天晚上還是有人在外面等車 現在基隆人已經可憐到說 我們在高速公路上面塞著 我們還可以勉強忍受 但是你在路邊站著 沒有車子來的時候 那個怨氣 是直接往本席跟政府上面發的 所以說為什麼本席一上任之後 我今天在交通委員會 我就是要針對國道客運的事情 來討個說法 白天來台北的斑斑客滿 這個是1802這條路線 1802這條路線 是目前基隆市十大路線之一 排名第七的路線 它是從基隆到三重 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 白天上班的時間 從基隆到台北斑斑客 往上從 晚上下班時間 從台北到基隆 斑斑客滿 更直接的 班據來講 這是基隆人的需求 這就是我們看到基隆人的需求 班據 尖峰時段跟離崩時段差非常的遠 但是對於客運業者來講 其實是很辛苦的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客運業者 不管在什麼時候 全國的客運業者都是一樣的運價 運價補助 也就是說 全國的都是一樣的受 基隆到台北 部長 請問你知道 部長或者院長 院長請問你知道 基隆到台北到底有 到底幾公里嗎 我不太清楚 25公里 同樣的問題也發生在桃園 剛剛劉許婷 劉委員也講到 他們的國道客運也出一樣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從桃園 到台北 35公里 可是如果你只給這樣的補助 這些業者當然是入不敷出啊 更何況說 部長其實你知道我要下一個角度 離封的時候沒人做 尖峰的時候 尖峰的時候功不應求 像這樣很不合理的 是 國道客運的票價他們最近有提進來 我剛才有回答過 那個公務局審完到交通部 如果這個 他的成本要提出 部長我可以直接跟你講 對基隆對他桃園不會有幫助的 葛馬蘭還是一樣造導 國光還是一樣向你訴苦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的 還是里程書的問題 你的新的票價條的 是給全國的 然後對於短程的 對於短程的 我們並沒有特別去尊重 變成是說 基隆人 桃園人 要離鄉背井 來台北上班的時候 他一定要 他要做國道公車 因為為了要省錢 為了要讓自己方便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開車 院長 不是每個人都有司機業 不是每個人都有能力開車 但是不管怎麼樣 他們如果在台北上班 因為 基隆沒有工作機會 基隆工作機會是少的 基隆港沒落之後 基隆港工作機會少的 這是我下一個要講的議題 而造成說 他們必須來台北上班的時候 他們就要想說 我要怎麼樣 9點整能夠打卡 那部長知道 要9點整 從基隆發車 能夠打卡到台北 幾點要出門嗎 6點半 如果自己不開車的話 因為你在基隆就要等車啊 不是晚上你在台北路口等車 白天你也在基隆路口等車 中間還要再三四十五分鐘到一個小時的車 而且你到台北之後 你不是直接到你的公司門口 你還要再轉車 轉三四項 所以我想 整個交通的規劃 很重要的 就是怎麼樣快捷 而且呢 合理 那 剛才我們 我講通則 那你現在講的這個捷運 很重要 然後呢 國道的客運 也很重要 也很重要 那 未來在長遠來看 我們需要有一個捷運 讓大家不必要等很久 就可以搭到車 而且捷運的體系 在 新北市、台北市 我們都可以看得到 還有台北市 都是很方便的 院長 國道的部分 你剛才講到的 應該檢討 這一個 呃 院長 不好意思 容我打斷 我認同你的講法 捷運到基隆是好事 但是在好事 十年之後才能到的時候 這十年 甚至 而且十年之後 我們現在只到八度 基隆市 暖暖區 加七堵區 加起來差不多八萬人口而已 基隆市有三十六萬到三十七萬人啊 他們都無法直接享受到這個捷運 而且捷運的車站過去 基隆的地方 基隆的面積都特別狹小的時候 你要我們怎麼去跟選民 跟我們的市民交代說 基隆捷運會帶 對我們基隆通勤組有所幫助 所以 不好意思 讓我講了很重要的一句話 剛剛你剛剛看到這些通勤人口 全部都是上班人口的時候 基隆市上班人口只有十七萬人 當你有十一 將近十一萬人在台北上班的時候 你覺得 他們會不會覺得 對這個政府感到非常的失望 不會 我要跟你報告 你談國道 因為國道要走這個高速公路 不穩定嘛 班次 所以一般 像基隆是全國 公共運輸使用力第二高的程式 所以我們現在才有基隆捷運 就是說當你一定要培養 培養一陣子一定要這個捷運 部長 部長 第二個我要跟你說明 那個八堵到基隆 也不是不做 當時討論就是拆遷的客體 沒辦法克服 所以留給下一屆 部長 我覺得如果比較務實一點 你講到基隆捷運到八堵 我希望會規劃能夠照照你實施 我希望我在有生之年 我看得到基隆捷運進基隆市區 但是比較現實的就是說 你的Feeder System 要不要趕快做一做 也就是八堵站旁邊 八堵站七堵站旁邊 這些Feeder 這些所謂的R字頭的公車 是不是中央可以先暫時補助 先把這些人養起來啊 你這些人沒有養起來 你這未來說捷運到了之後 你再叫他們去做 來不及的 這個我們跟地方一起來討論 R線公車我想一懂 一講部長您就懂了 這個是已經有客源的 而且習慣的 如果未來捷運要到基隆 要讓他們能夠活得下去 要使用率要高 那R線公車不能廢 現在R線公車天天基隆市政府 在那邊撐著 這不是正確的方法 這是當初台鐵捷運 畫出來的時候的輔助公車 現在如果捷運真的要到基隆 為什麼R線公車中央不能幫忙 我想那個 我還有另外一個更大的議題 我先把這個議題講完 請你好好去修改 所謂的運輸業管理規則 因為老實講 25公里 35公里 就是用國道客運來計算 這根本一點都不公平 業者也辛苦 我們搭車的人也辛苦 而且離峰跟尖峰 不到50公里的國道客運 這基本上在計算方面來講 是個笑話 而且 最現實的 離峰的時候 如果沒有人做 不要讓司機累死 不要讓司機開空車 因為我們知道 勞機法跟國道客運法 一個8小時一個10小時 大家都是幫忙勞機法 但是我們現在基隆缺司機 全台灣都缺司機機 基隆更缺 這點請部長回去看一下 運輸業管理規則 是否能夠修正 符合 公共運輸的離峰跟監峰 這個問題都普遍 也很少說離峰就不開 那離峰有人要搭 縱然是五個人 尤其沒有在上班的老人家 所以也沒辦法說離峰都不開 所以一般都會去搭配 監峰開的比較多 離峰開的比較少 提供一個問題 我是希望你們能做出例外 因為老實講 這個問題不是只有基隆有 我剛剛講過 這個問題不是只有基隆有 桃園也有 可是馬南克論兩條線要收了 許婷很辛苦的把他救回來 但是這樣事情其實不應該 讓他發生 我們來維持一個服務品質 我們不會確保他中斷 我想說如果相關要檢討 我們來討 院長 您有聽過美國一個報導說 假設你通勤的時間 超過三個小時 你的生活品質 你的家庭 你的家庭關係 就會拼命破裂嗎 我沒有聽過這樣的說法 但是我在美國住過滿堂一段時間 其實美國離婚率最高的地方 叫做矽谷 因為他們通勤的時間 如果用通勤的話 他們通勤時間超過五個小時 很多人因為矽谷的 很多人因為矽谷的薪水高 所以跑去矽谷 同樣的狀況 其實發生也在北北基陶 尤其是在基隆跟台北之間 台北市把很多基隆的精華人才 吸到台北市 但是通勤的狀況 導致說 基隆人越來越不快樂 我們基隆有三高 失業率高 離婚率高 跟自殺率最高 而 這個數據我沒看過 對 而我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其實 根本上來講是因為失業率 基隆以前是 40年前 時間過很快 40年前 1984年 基隆是全世界十大海港 那時候基隆在十大海港排名很高 將近第七 最高的時候1987年排名第七 那是基隆港最高的時候 後來我們知道貨運轉型 再加上WTO 再加上港空權 各方面 各方面高 各方面的挑戰之後 基隆港開始沒落 所以從1984年 如果資料 當初讀的資料沒有錯的話 那時候在基隆 一個基隆港 可以養活六萬個家庭 也就是有六萬個工作機會 但是 現在基隆市 因為 很多年長者 還是留在基隆 基隆的高齡化 也是 委員長你也知道 基隆高齡化 也是全國 名列前茅的 但是他們轉型不容易 所以當失業率高 離婚率也高的時候 基隆港 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收入 都來自 貨運商港 並不是大家想的 郵輪港 或郵輪母港 本習以前在港務公司待過 將近五年的時間 本習曾經代表台灣 代表港務公司 去外面拉過航線過來 本習很清楚 郵輪不會賺錢 郵輪提高工作機會 在基隆是很困難的事情 因為基隆沒有附地 郵輪母港 需要有人 上下船之外 還要有補給跟修船的功能 好 那 您認同這句話嗎 總統當選人賴清德說 他也說他是基隆子弟 他說 未來要把整個基隆港 變成郵輪港 我想這次部分的商航要轉為郵輪港 那這個郵輪 確實齁 在全世界 現在在海洋航運上 是扮演一個蠻重要的 院長我必須跟您談這個事情 我願意花多一點時間 這是他在 12月24號的時候 親口在媒體上面講的 他希望把所有 目前看起來這句話的解說是 他希望把所有的貨運都移到台北港 那 以海運的知識來講 基隆港比台北港好太多了 因為台北港 你只要把64號 觀音山那個隧道 是一出問題 所有的貨都出不去 進不來 跟委員報告 目前是這樣 不好意思讓我講完 為什麼要講完的原因是因為 過去幾年 因為疫情 我們不知道下一次 什麼時候疫情會來 其實疫情就跟戰爭一樣 隨時可能會發生 那疫情也好 戰爭也好 一發生的時候 觀光業是最倒楣的 那郵輪基本上來講 是個高檔的觀光業 那請問一下 如果 郵輪港真的在基隆出事 我們行政院 我們中央政府 有任何補救措施嗎 假設我們 假設就 就如同新政府講的 要把基隆變成全面的郵輪港 有任何補救措施嗎 有任何準備嗎 我跟委員報告 沒有 現在是東岸慢慢 比如說這個 我們軍港西到西岸 包括我們一些這個 設施都往西岸走 所以東岸是這個觀光為主 西岸還是後櫃 未來 基隆港跟台北港 會扮免各一半的角色 現在大概150萬 黃部長 很多很多港 港運前輩 港運前輩跟我提過說 您是這幾任部長 算比較負責 比較專業的部長 那我想請問你 基隆捷運到基隆 經過的北無賭 經過的無賭 北無賭這些貨櫃倉儲 未來是不是會變成捷運用地 變成商業用地 好再來 你說這一萬三千人 那最後面去到台北港去 因為如果沒有附地 基本上基隆西岸 你說貨都在西岸對吧 西岸就是中山區那邊 如果不管是東岸還是西岸的貨 如果後面沒有後場的話 請問這個港 這個貨運怎麼做啊 他現在也沒有全部轉移 當然還沒有轉移啊 可是未來很有可能轉移 未來我要知道新政府 未來對基隆的規劃啊 現在齁就是 游輪跟貨齁 就是這個 課後都兼顧啦 目前是兼顧 所以我剛剛問 我剛剛講說你們認不認同 下一任總統賴新德的賴新德賴總統當選人的說法 他應該是說要加強 游輪的這個功能 應該是加強這個 游輪功能 如果說 假設他的計畫真的把台北港變成全 全北部第一大港 那我可以跟 我可以負責的跟院長跟部長 跟所有內閣報告 西洋市的交通絕對會完蛋 西洋市一定 會造反 為什麼 很現實的 一萬三千人 你把這一萬三千人 再逼上國道客運 請問一下 從這一萬三千人 如果本來是港口工作人 請問這一萬三千人 怎麼樣從基隆到台北 台北港去 一定也是走國道一號 哪一萬三千人 我會做的 我會做的 誰會做的 我會做的 我會做的 可能的一百五十名之外 為什麼 因為船隻巨大化 再加上說我們沒有腹地 我們真的沒有腹地 唯一的腹地就是在北屋獨那邊的貨櫃機散散那邊的倉儲用地 現在因為基隆捷運 要把這些倉儲用地拿掉 然後你跟我講說你們來規劃 那我很想知道說你們未來規劃 怎麼樣幫基隆商港留下來 因為基隆商港如果這個功能一旦不在 一萬三千人馬上上國道 事實上 現在都在轉型啦 有時候就是 因為全國裡面就是基隆的遊輪母港 是所有全世界的這些遊艇業者最喜歡來的一個地方 那因應這個我們在做西岸跟東岸的禮營中心 我知道那個委員你也看到 現在未來 我直接這樣講 所以兼顧這件事我在跟委員一定是兼顧 不可能把後運 我希望部長你講這句話 現在媒體都在看 這句話是有會議記錄的 因為這是代表基隆 一萬三千人 雖然你們就是一萬三千個家庭喔 這是一萬三千家庭 一萬三千個家庭的生計 這是我基隆一萬三千個家庭的生計 請記得這句話 我再強調一次齁 我們把基隆港定位為 北部海運貨物的進出港 以及國際郵輪的母港 這是我們的定義 這是在我們的國際三港未來發展 我希望您剛講的 陳院長您剛講的這些話 是在一百一十年十月十二號 未來下一個執政團隊會買單 tom ő 我這句話大家聽到 未來下一個執政團隊會 委員 林部長您知道我在講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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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versity 委員 委員我再請問一件事情 我再跟你講 111到115年的計畫就是剛才我講的啦 不好意思我現在直接問一個最直接的事情 基隆關全國57%的關稅是在基隆關 但是基隆港說真的 基隆市說真的財政很困難 基隆市的所有的公共建設 基隆市的所有公共 基隆市的空屋 基隆市很多方面公共建設的不便 嚴格講起來都是基隆港帶來的 沒有錯有港才有市 但是我們現在基隆市36萬人全體 在為了基隆港 在去做我們做出犧牲 那我想請問 這種 以前有一句話叫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有付稅但是沒有代表權 或taxation without benefit 你付 你要我的稅 我們幫國家犧牲這麼多 但是我們在這港口的城市居民 沒有得到合理的對待 那我想請問 未來的關稅 是不是可以 某這程度賬比例 而且嚴格講起來 我也必須講一句實話 基隆 台中 台北 那個新北 還有高雄 都自取是海洋城市 我們台灣自取是海洋國家 但是我們對港口旁邊都市的 都市的建造一點 都沒有重視 新北高雄台中是剛好是六都 不是因為說我們台灣中央政府 對他們這些港部城市有任何的重視 所以我認為說在未來 這不合理的關稅分配 至少要分還給當地的 當地的城市 跟委員說明一下 關稅的部分那是進入伯庫來統籌分配 那中央對地方有一個中央統籌分配稅款 這裡面有一個指標就是那個營業額 那營業額如果這個還商港在這個城市 那他相對的工商活動會比較活潑 那他的營業額的高 那對於中央稅款的分配也可以有所回饋 另外在主機總處的一般的補助款裡面 對於商港城市也有一個加權的一個加重的 好謝謝林委員配祥的質詢 謝謝陳院長的備詢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登記第24號李委員博弈 請質詢 謝謝 請院長 請陳院長備詢 謝謝 謝謝 因為abeth委員長 那我是不是可以違反 直接請交通部王部長 也一起列請 交通部王部長備詢 謝謝 在王部長來以前先恭喜委員 當選這個新科立委 院長我們都來自高雄 那過去院長在高雄成長的過程裡面 高雄長怎樣 從過去院長岐山這個農業集散大政 那到後來當時的這個高雄其實也是高污染 同時擁有中鋼、中油、台船 經過了這幾年蔡英文政府的轉型之後 我想拿一個最經典必須要拿出來 再跟全國人民來說明的這個事情 日前上個禮拜 台積電雄本場在日本開幕 那日本政府其實這第一個場呢 他給台積電超過一千億台幣的補助 這是補助台積電的部分 第二個場聽說要加碼補助到一千五百億 台積電的補助 這些補助不包含當地的這些地方建設 包含這個鐵公路 包含周邊道路 包含污水處理場 包含工業用水等等 不包含 我們如果再算一下 他給這個地方政府的這些地方建設的這些補助呢 其實包含水可能就高達一百億台幣 那包含其他的這些交通補助是超過一百五十億台幣 那我要講的是 台積電目前在高雄南紫 目前我們政府給予台積電多少補助 請問院長我們有沒有給台積電任何補助 我想在台積電設廠的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對於交通的建設也好 或者水的供應也好等等 其實都有同盤的這個規劃 那當然我們這個譬如說交通的建設 我們很難說只單獨對台積電 沒有沒有沒有 我是說單純對台積電的補助 我們沒有嘛 沒有沒有 好 那我們是不是更應該對於周邊 將來可能影響到這個城市的改變 這個城市所有的交通的建設 這個城市未來可能遇到的問題 都要加緊佈局 所以 其實台積電會在高雄廠 是跟經濟部有關啊 當時在2015年官場的時候 2016年其實終有提出來 當地的土屋整治的年限 高達17年 那一年我剛好42歲 17年的整治 我剛好又60歲才可以看到 這個中油的整治完成 才有下一步中油未來要怎麼規劃 所以在2020年的時候 陳其邁市長就任 跟經濟部跟行政院 來提出用三年280億 加速台積電 加速中油廠區的整治 所以才有現在台積電的進駐 那王美化部長 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目前這280億 這個整治的經費到位了沒 什麼時候可以整治完畢 整個高鏈廠的解列什麼時候可以 也就是說 目前台積電規劃的2加1個廠 是不是還有兩個廠區的空間 在未來還有空間 可以繼續再設廠 來請王美化部長做一個詳細的說明 事實上整治的行程 那個時程都是跟高雄市政府有密切有商量 那譬如說現在1場的這個跟2場 事實上都是整治完 他才會開始建廠 那3場的部分呢其實也是很快就可以整治完畢 所以我們其實是搭配整個的需求 所以280億是陸續到位 那什麼時候可以完成解列 完成解列原來高雄市政府就希望3年可以完成 所以這個經費其實都持續在投入當中 好謝謝 王部長請你先回 我等一下還會請你回來 沒有 是王美化部長回來 請王部長留下來 因為王美化部長先回的原因是因為280億已經到位 高雄市政府已經在做這個土務的整治 目前有五分之三的廠區 台積電已經正在建廠或籌劃要建廠 那王部長接下來王國財部長接下來是你的工作啊 在陳建仁院長在上任之後 其實就已經開始在做相關的佈局齁 包含今天我要質詢的兩個很重要的議題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捷運指線 捷運黃線他在2017年2019年完成可 開始動作2019年完成可行性的評估之後 在去年都做了動工 也就是在四到五年的期間內 捷運黃線把它從高雄的5G IOT 園區 那沿林雅區三民區到仁武 他會貫穿到一些醫療的醫療的院所 包含長根醫院 那他也經過高雄醫學院 我們希望捷運指線 未來從捷運黃線的Y9站 從高雄醫學院往民族路往北 可以連到高雄榮總 再往西到左營高鐵 再沿左營高鐵進入右昌社區 進入高雄大學地區 再進入橋頭科學園區 往右延伸以前的這個高雄學園線 目前這個可行性評估 我們已經跟交通部有爭取到可行性評估的經費 請王國財部長回應 這一個可行性評估的報告 什麼時候出來 報告出來之後 行政院跟高雄市政府這個合作 我們希望可以拼在四年內 跟捷運黃線一樣 可以動工 來請王部長來說明 我們經過委員還有以前 劉士王委員的這個爭取 當時我們大概一千六百八十萬 補可行性 就像你這裡講的 他是在六月才會完成可行性報告 這是高雄市政府在做 那他提出來以後 我們會加速 按照我們捷運建設的這個 來審查 但是有沒有辦法追到黃線 我覺得蠻困難的 黃線已經動工了 我意思是說四到五年內 黃線是四到五年內動工 從可行性評估通過之後 四到五年內動工 這個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結論都是地方 可行性 綜合各位要到施工的地方 我們如果有行政程序要縮短 我們來縮短 那我們跟市長委一起合作 讓他加速 第二題 有關台鐵立體化 台鐵立體化在左營跟男子 其實是非常大的一個課題 這個男子百目達 這個是全台灣最出名的 怎麼樣解決男子百目達 包含有這個通勤的功能 剛好也在台積電 他這個園區裡面 他會有台鐵的經過 如果台鐵的立體化或者是 不管是地下或者是高架 他其實同時會解決這個 男子這個高架橋的問題 所以在這邊也要提出來 在呃 陳院長的任內其實 也已經提出台鐵立體化的這個可行性報告 我們也希望這個可行性報告的時程 可以跟我們所有高榮的知名朋友來報告 什麼時候可以完成 什麼時候可以施工 兩個方案差在哪裡 到底高架跟地下的方案差在哪裡 是不是也可以請部長來做一個做明 我們補了這個一千兩百六十五萬 現在就在做齁 但是他是到明年才會有一個可行性報告出來 那目前他的確是從高架跟地下齁 這個來討論 高架多少錢 而且地下可能還會評估到可能經過這個 TSMC的園區裡面 這個可能還要做相關進一步的評估 他裡面大概會再加兩個通勤車站 我有稍微看過他們的這個報告 但是還沒有完整 在明年的這個明年初會提出來 那同樣因為高雄鐵路地下化的這個軌道 已經都下地很久了 107就下地了 所以我想說北沿的部分是可以開始動了 也可以開始動 但是就是如果這個定案出來 我們加速審查 加速審查 好 謝謝 第三題 男子交流道的引道 要直接進入到這個男子產業園區裡面 為什麼 現在整個台南跟高雄 的這個國道一號的這個車流量 已經非常非常大 未來高雄的這個男子產業園區的台積電園區 跟台南的整個科技產業園區 會形成一個聚落 到時候交通用量會更大 再加上左營跟男子的這個市區的道路 我們勢必需要一條交流道引道 可以進入園區 請問這一個這條引道的進度跟經費 交通部到位了沒有 對這個我們因為已經放在這個國科會丟這個送國安會審議中 審議完以後他進會大概78.4億 我們現在整個規劃大概一百一十七年會完工 只要這個合定以後我們就細設跟施工就馬上進行 一百一十七年完工 這其實完工的 完 這個到我們完工到台積電可能園區開始有工程式進駐齁 還有兩三年的空窗期 所以我們還是要加緊所有的這些速度 在這邊也感謝內政部營建署在 新台十七線從2017年趕快的從 橋頭科學園區旁邊的這個橋頭進入南紫進入左營 目前的進度包含南段也已經跟國防部 也感謝國防部這邊有給予相關的協調方案 可以順利讓這條路可以動工之外 我們期待這條路在2026年也可以動工完成 請內政部林又昌部長也可以對新台十七線這一條路來做一個說明 新台十七線的部分 北段的現在已經完工而且也通車 那南一段的部分去年動工 那南二段的部分 這個預計在今年四月會上網招標 那這兩個部分都是預計在一百一十五年底完工 那南三段的部分現在正在進行規劃更新 部長我打斷一下 我先請王部長先回座 那我想要在這邊在林又昌部長 在說明這一段的時候 我想要邀請國防部邱部長 可以上來對這一個目前營建署 目前內政部 請國防部邱部長備選 目前內政部跟高雲市政府的這一條方案 國防部目前的狀況有沒有完全給予同意 那對於接下來內政部跟高雲市政府的一個方案 這個動工國防部有沒有相關 還需要行政院這邊來配合跟支持的地方 所謂委員報告 對我們這件事推動 我很感激就是 吳政務委員 從中在做協調 高雄市政府也出了很多力 但我們軍方也很配合 直到目前為止哪一條路 該破關或讓出來的 對於作為很好的一個協調規劃 那麼高雄市政府在這個推動的工作當中 可能有個地方還是希望我們軍方 能夠多支援一點 但我們軍方要支援的話有個條件 代差代見 像這些都行政院規定 這不能違背 所以持續在協調當中 但目前這些工作推動 一切都很順暢 在這邊也跟部長說明 我在擔任市議員的期間 也就是去年的事情 還跟高雄市政府講 這個中海門要往內移 國防部願意同意 這個我們真的要感謝國防部之外 代差代見的事情呢 高雄市政府也願意來出列相當的經費 那看國防部這邊有什麼需求 我們趕快把這個中海門往內移 讓未來新台17線 以及很重要的我們海軍總醫院 他可以進化成社區醫院 服務到社區的民眾 所以這一方面我也要請院長這邊 海軍總醫院未來這個醫療量能的提升 以及國防部這個 他的這個 所有的哨口內移的這件事情 配合新台17線 的這一個建設 我們希望可以完全來支持國防部 讓內政部、國防部、高雄市政府 可以促成一條貫穿高雄南北 非常重要的一條交通建設 院長 我們來通盤來配合 然後規劃進行 這個我想都是很重要 好 謝謝院長 我們所有的部會都會來努力 好 謝謝院長 也謝謝兩位部長 兩位部長也請回座 最後 2016年 2015年 中油這個廠區 停產之前 在2016年 政黨 剛剛輪替的那一段時間 其實中油公司提出來 中油土屋的 整治的 期間是17年 那 到當然這個 蔡英文政府 到2020年之後 我們用三年的時間 把這個土屋整治完成 那 完成這個土屋之外呢 其實 高雄市政府也協助中油 把旁邊原本的行政區 那規劃成循環材料園區 那規劃成有商業空間 有企業總部大樓 但是 目前中油的評估 還是很牛步 我來舉 高雄市現在最 人家說蛋黃區 目前有三個大案子正在進行 也就是企業總部大樓正在進行 高雄市的金城集團 他在蓋地上32層的這個商辦 總樓地板面積五萬多坪 高雄的藝聯集團 他在藝牆天地的V管 他在蓋地上29層 他也有商業空間 總樓地板面積超過四萬坪 還有高雄著名的這個VOT 這個地上全案 富邦 總樓地 47樓總樓地板面積超過四萬七千坪 商業空間超過四萬七千坪 中油 新材料循環園區的南部企業總部大樓 目前的進度是什麼 部長請你說明 也請你可以加速 謝謝齁 那確實高雄市政府也希望那邊齁 做一個非常好的整體規劃 那坦白講高雄 中油公司也去尋找一些相關 謝謝 謝謝李委員博弈的質詢 也謝謝陳院長的備詢 現在報告院會上午質詢到此為止 我們下午2點30分繼續開會 進行質詢 現在休息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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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半 的 雪 求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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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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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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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